我们都记得 却从后门逃出检调的重重封锁 台北地检署对何智辉发布通气 通气学校到民国124年 检调单位宣称 已经锁定何智辉的活动范围 正尽速将他查气到岸 欢迎回来新闻一种 欢迎在庆山来座会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宋楚瑜 私底下骂马英九的一个形态 其实宋楚瑜可以知道 他真的很看不起马英九 但是马英九看得起宋楚瑜吗 郑元兄 应该这样讲 你现在有准备这种题目 我猜题目被我猜中 我记得我们以前的 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前辈 他说政治人互相竞争 面对自己要谦虚 我一直都做不太容易到 面对对手要得体 所以马英九这个时候 要面对宋楚瑜 要特别注意 要谦虚 要得体 如果马英九总统 违背这两个原则的话 他搞不好就越走越困难 那现在面对自己我们不讲了 面对对手要得体 怎么样才叫得体 他现在的处理方式 你们党内满意吗 他现在就叫做什么 叫冷处理吗 应该这样讲 我刚才讲了说我们党内分三派 有鹰派叫做卢宾派 那有中间派叫卢宾派 那也有这个很客气 像我就是卢宾派 歌派 说党部换句就英哥好了 英哥差不多 那马英九现在其实是不是中间那个 应该是在兵跟兵中间 他其实根本就不想理宋楚瑜 我们摊开来他的内心来讲 是不是就这样 应该他应该是说在等时机 看要表示尊重 还是等时机如果挑战他的话 他也不要应战嘛 也需要嘛 因为如果真的两边都是总统候选人 他也要用最得体的方式来应对嘛 那人家已经提了20个区域立委啦 已经这样子打仗了 马英九还是用 距离73个区域立委还蛮远的啊 还是很客气啊 不过宋家真的提73席立委的话 那马英九才是风火连天耶 所以20席的立委还算客气嘛 你们真的还蛮相怨的耶 我会自我安慰耶 不是不是我们很得体 校长都太 相怨了阿Q 你说这种提名 其实我在当校长的时候 有时候有人会批评我 有人就来跑来找我说 谁在批评你谁在批评你 我跟他说我们执政被批评是应该的 所以马英九我觉得 现在有人批评他 因为他在执政嘛 所以不管谁批评他就用开阔的胸心说批评是应该的 那如果有些地方真的还不错的意见的话 其实他更可以说 那我们继续执政把这些好的idea拿来推行就好了 反正 问题亲民党没有什么出来什么idea啊 如果宋先生提出来一些批评的时候也提出一些idea的话 他可以拿出来用啊 所以就可以就可以把他包容进来啊 而不必说一定要跟他对抗嘛 再来宋先生不是说隐喻适当 马总统事实上可以可以用比较这个轻松的态度说 既然你语义是这样知道我蛮会捉老鼠 让我继续抓就好了 所以马英九现在对宋楚瑜的态度是一个 其实他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就是懒得理啦 或者是说有计划的不理他啦 就这种处理嘛 不管他是懒得理他还是不理他是一个策略 这点我帮马总统讲一下话啦 我认为党内的那个鹰派一定一直在批判他 说你这样太软弱了 那他在某种程度展现尊重 包括整体的把他包容住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啦 要不然自己本来都是同一阵营的这样互相厮杀 心痛愁快 可是后来一定也还有批评嘛 你看不理不睬是这样冷处理的 可是还没讲我觉得是对的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说我刚刚讲说这个宋楚瑜是累总统候选人 但我觉得对马银九来讲 他不是他不用这个累字啊 我就是总统 我不再是总统 而且我是泛兰共主 他是累很累的累 他是流言累的累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觉得马银九本来就应该展现一个跟宋楚瑜不一样的高度嘛 宋楚瑜就整个的从政的经历来说已经比马银九来的丰富 所以对他来说他能够赢他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是总统 我现在是一个被认为的应该是一个泛兰共主 我不管你有多少辉煌的过去 此时此刻我被认为 我是国民党主席 而且我是总统 所以我的高度就比你高 所以我觉得他相对来说他就应该用一个更宽容的态度 尤其选总统 他本来就应该用一个 因为他要海纳百双市的票才会过来啊 那去找宋啊 你高度更高一点啊 表达的更宽容大度一点 理解 就是说现在来讲 我刚刚讲说他这个态度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 但是是他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想 坦白说 就我所了解 就是说包括他过去那段时间 其实为什么放着宋楚瑜从当选以来三年左右的时间 让楚瑜心声不满到这种程度 就是他对于宋楚瑜 我觉得坦白讲 他可能是个不看人在眼里在先 所以他其实没有一直 他没有去理会宋楚瑜 这两个人反正互相对不起来 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过去 对于马来说 他可能觉得宋已经过气了 那对于宋来说 他可能觉得马没有能力 但是呢 我觉得宋再过去这段时间 民调不断晚上爬 已经先让马英九知道教训了 说其实宋没有那么过气哦 事实上宋还是有他的一定支持哦 所以马必须面对现实 他必须采取一个战略 这个战略就是说 我必须让你不要继续再往上走 我等待你犯错 我相对的态度就是低调 宽容 然后呢 看起来像个总统的样子 那但是我觉得今天换成宋处于吃到骨头了 原来马英九在他想象中 没有那么没能力 骂太过头了 骂太过头了 要吃亏了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吃亏在先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相对来说 中性的处理态度 那今天换宋处于吃亏的时候 其实他也尝到骨头了 其实在蓝营的阵营里面 对宋处于最近的一些的表现什么的 其实那个鹰派的声音应该蛮大的 对不对 其实是有 党内是有鹰派的声音 而且支持者大概压力也不小 也有很多鹰派的意见 但是因为我们的总统 现在是表现出比较鸽派 或者是 宽容 比较宽容态度 所以我们也是劝很多人 以和为贵 以大局考虑 我们开始用一种那种 跟庄教授江教授学的那种语言 说哎呀 我们要稍安勿躁 大家不要闹笑话给民进党看 乡人为国 看长远的眼光 你看我讲的像不像 这是官方发言 但是 不管是怎么样 马总统他是心里面 就是觉得说我根本懒得理他 表面上做出来也是 不理他 只是态度上比较 客气跟 这个谦卑一点 但实际上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不理他啦 对不对 老师 这是一定得做的事情吗 你们能够多做一点 积极一点的事情呢 他可以多做一点 做总统其实身段可以更柔软 当然这是我们的期望了 不过觉得对马英九来说 他的个性决定命运 他以前在选 这个台北市长选第二任的时候 他的对手叫做李应元 他的方式跟现在对宋楚瑜一模一样 就不离不才 不离不才 就我不可能透过我马英九的官方去加持你 帮你升高 让你跟我一样高 所以我一直在觉得说 历史其实他有一段一段重复的东西 第一次出现叫悲剧 第二次出现就叫闹剧了 那我当然我觉得宋先 如果还有他自己的想法 你出来第三次呢 我觉得应该要尊重啦 就他对自己 如果他认为这样对他自己最好 李简经常教我们说 人啊 这一生很短暂 活得快乐 自在最重要 但他的自在会不会转化成 大家的自在投票给他 那就看大家自不自在了 所以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 他现在态度就是 他根本不离 至于他心里怎么想 不重要 不重要 他态度要打握对 他不想用他的光环 跟他现在的民意支持度 去加持宋楚瑜 这是他的策略 用冷处理 他只要不要像宋楚一样 私下讲话被录到就好 我们能不能修改宪法 就是说如果参选总统三次 就像那个提点一样 提三个点就可以让他做一任 我觉得 要不然怎么解决 这些一直想要来选的 一直不断的要选的人呢 其实马总统还是算比较清纯的一个人 就他如果真的是比较老模深算的 就像李姐讲的 我就直接到你家去见个面 对啊 见这一面 我车子到你家门口了 不要有几个随负 不论怎么样 都他赢 对啊 你不见我 我也赢 见你还是我赢 对啊 但是他不愿意 不愿意表现他这个还是蛮有个性的 这个个性会让他失掉一些票 不过我想他的票应该够多了 没有 这个套兰逊的话就讲说 骄傲 骨子里 对 骨子里可能还是有 我会想 郑元兄 是不是 你们这些的民众不会因为说 你看 什么都不作为 什么也都不表示个态度 所以这么冷处理 反而不满意 觉得又是无能的表现 是有一部分这样不满意 但不是太多 也不是全部 因为毕竟过去的历史渊源 像刚才我们江上说讲的 过去有一个这么长久的历史舞台 大家共同演出 那现在真正的关键时刻都还没上场了 现在都还在幕后跟台下而已 那你不能怪对手校正 你不能怪说他在野的跟你批评 他也毫无公子 毫无责任 他当然以人民的身份 有权力的批评 你刚才中教讲的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回应他 那是不是要说 要到他家里面去站岗 追求 那可能是 我会带回去见你 就稍微太困难了一点 有点勉为其难了 这个我是不太赞成 一定要去站岗 为什么 甚至是有他的tempo的 当初为什么 马英九敢驾驭 他认为说 宋主瑜可怕没什么票 他后来有没有急得要见他 有啊 因为他发现他生事起来了 当马英九总统犯错多了时候 宋主瑜生事会起来 这是互动了嘛 可是这个时候换宋先生驾驾了 他说相见不如怀念 就不见面了嘛 对不对 后来慢慢慢慢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 马总统在去站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鹰派的人会觉得说 你在干什么 人家已经把你打到这里了 所以我觉得鹰派反而是希望你要应战 尤其提名提名那么多 而且在每次提名的时候 都这么严厉的批判你国民党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马总统这样做 OK 但是往下走的时候 就看谁犯的错 错我比较多 所以现在就是 在政治上都是这样 小心操作过头 反而让人讨厌 这点恐怕是大家都要 谨记在心的 对啊 否则相见不如怀念 就变成选民对宋主瑜讲的话 我们待会回来看蔡英文